HELLO 欢迎收看我的影片 今天我的影片要讲的是 10种会出现在你护肤品里的有害成分 第一个我们要讲的是ParaBan ParaBan的全名是Parahydroxybenzoic acid 主要是作为产品的防腐剂 因为它对细菌和美菌有很好的抑制效果 ParaBan是一种可以从植物中萃取的天然防腐剂 但是也可以用人工化学的方式去合成 目前市场上用的都是以合成的为主要来源 它有分很多种 这里你所看到的名字都是属于ParaBan的种类 看到这么多名字可能你会觉得很混乱 也很好奇它们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其实每个种类都有它们的属性 在它们的化学结构上的Alkyl Group越长 子溶性和抗菌效果就越好 也就是说Buteu Paraben的子溶性和抗菌效果最好 Meteu Paraben的则是最弱 所以Meteu Paraben和Ethi Paraben常用于water-based的产品中 而Propyl Paraben和Meteu Paraben则比较常用在油性的产品中 所以在产品中你常会看到添加很多种的ParaBan来抗菌防腐 其实ParaBan并不只是用在化妆品而已 在药物和一些食品当中都有可能会添加 主要是因为这个成分的价格便宜 无色无味而且毒性低 而且它对于产品的酸碱容忍度蛮高的 抗菌的coverage也很广 也就是说它可以抵抗很多很多种类的细菌 所以它就成为了化妆保用品中很常被添加的防腐剂成分 至于为什么ParaBan这么不受大众欢迎呢 是因为早前有科学家发现 在乳房肿瘤的组织里面发现有ParaBan 而且ParaBan很接近我们身体里面的磁基素 过多的磁基素反应是形成乳癌的一个重要因素 而在英国的一个分子生物学家带领的团队 发现在肿瘤找到的ParaBan都是来自皮肤的物质 比如说我们用的止汗剂脱毛膏 它也指出这个结果解释了为什么接近60%的乳房肿瘤 都在我们乳房的上外方 接近腋下的位置找到 尽管如此 到现在还没有证明确定ParaBan跟乳癌的因果关系 美国癌症协会也总结 还没有足够的证据去证实使用止汗剂 会增加个人患上乳癌的风险 第二是Fragrance 或者有些会写Perfume Fragrance是天然和人造物质的复杂组合 它被添加到许多产品中 给予那些产品独特的香味 还有也是为了掩盖某些其他化学成分的怪怪的气味 它也可以在许多产品中找到 比如说护发素 吸发水 香水 沐浴露 和保湿霜等等的 这些闻起来 让人觉得比较感觉良好的香味 可以增强使用该产品的User Experience 试想想 如果你用的产品一开出来 就是有那种很重的化学怪味 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会觉得不舒服吧 对不对 不过不排除呢 现在有一部分的人 开始对香精的味道反感的 反而他们会倾向于喜欢那些 有点怪怪的产品味道 因为这样会让他们觉得比较安心 就是觉得这个产品比较天然 没有添加香精之类的 所以呢 厂商如果是没有添加香精成分 在他们的产品里面的话 他们通常都会大大个字写在他们的包装上面 No fragrance added 然后呢 市场上的产品如果是有添加香精的 厂商也不需要去写在成分标签上 他们所添加的exactly是什么成分 他们只需要写perfume, fragrance, aroma 或者是flavor就可以了 这些添加在产品的香精混合物 跟过敏,皮肤炎,呼吸管道的问题 有着密切的关系 甚至有一些味道太重太呛鼻子的香精 会刺激电线病人的发作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对味道是完全没有要求的人 再加上你是敏感性的皮肤 你有皮肤炎的问题 或者你有我刚才提到的一些 身体上的疾病 最好呢还是选择无添加香精的产品 第三是sodium laurels sulfate 和sodium laurels sulfate 我们通常简称为sls和sles 你经常会在一些产品看到 the sulfate free 指的就是这两种成分 他们是个人护理产品中被管放使用的成分 他们经常在清洁产品出现 比如说洗发水、肥皂、牙膏、漱口水 甚至是洗碗液、洗衣液也会有这些成分的存在 sls和sles主要的工作呢 是用作为表面活化剂和发泡剂 这些成分为我们的清洁产品呢 提供了可以起泡沫和带走油脂污垢的特性 从化学的角度上来讲 这是一种由一个偏爱水的部分和一个偏爱油脂的部分 组成的化合物 使它可以和水还有油脂产生化学反应 这样我们就能够用水冲掉任何物过和油脂了 那sles和sles有什么不同呢 sles呢其实是从sles演变成的 中间需要经过一个process叫做etoxylation 这个过程当中衍生出来的biproduct 复产物也就是one for dioxane 这个被认为是人类的致癌物 大多数的制造商呢都会采取措施去清除掉这些复产物 可是有时候呢难免还是会有一些些的残留 所以在网上有传言说sles和sles会致癌 其实这并不完全正确 因为sles和sles呢从来没有被NTP和IARC标签过是致癌物 真正会致癌的是他们在制作过程中所衍生出来的biproduct 而且sles会刺激我们的皮肤和带走我们皮肤上的水分 可是sles跟sles比起来呢这个问题就没有这么严重 所以最后我要建议你们的是 如果你的皮肤属于敏感性或者是干燥型的 最好避免使用含有sles的产品 虽然sles没有像sles这么刺激性 但是如果你的皮肤真的是特别敏感最好也避免使用 除了这些类型的皮肤性质之外 如果你的皮肤平时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而且只要厂商有对产品里面的副产物 1-4-Dioxane的含量进行了适当的检测和清除 其实sles跟sles呢对人和环境都是安全的 第4个是tavlete tavlete是一种plastic sizer 中文是可塑剂 它加进产品可以起到软化的作用 它存在于我们每天使用的数百种产品中 像是香水 指甲油 hair spray 肥皂 洗发水 儿童玩具 医用的管和液体袋 清洁剂 润滑剂 杀虫剂 建筑材料 Vineafloor 甚至是一些食物 比如说肉类 奶制品和快餐等等的 可是tavlete呢是一个很大的group 它分成很多的种类 不是每个产品都用着同一种的tavlete 也因为我们大量而且长期的exposure这些成分 导致它会停留在我们的身上 因为研究发现呢 它的代谢物几乎出现在我们 大部分人的尿液里面 尤其是女性 因为我们使用个人护理用品的次数比男生高很多 小孩子呢也是很容易exposure这些成分的 因为他们很常把玩具呢放进嘴巴里面 不过其实呢也不用太担心 因为他们通常用在产品的分量呢是远远低过会造成我们身体伤害的分量的 在动物的试验上 其实tavlete会对生殖器官有影响 因为它会抵制雄性荷尔蒙的产生 可是在人类方面的影响呢 其实需要更多的研究去证实到底会不会危害我们的健康 只不过 我们生活上的用品呢有太多太多是存在这个成分的 所以如果能避免就尽量减少用tavlet的产品吧 尤其是如果你的工作性质是很常接触到这些产品的 比如说像是美法师 美甲师这一些行业 平时买东西的时候呢可以多注意成分标签 和注意你用的plastic罐下面有一个三角形的符号 那个我们叫做recycling symbol 3号的呢都是含有tavlet的 1245的就没有 所以下次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第五我们要看的呢是polyethylene glycol 简称PEG PEG被用在许多类型的个人互品用品当中 它的功用是作为蒸酬剂 湿润剂 和促进其他成分更容易吸收 尤其是用在lotion 洗发水和防晒霜中 在医药方面呢通常是用来治疗便秘 它可以软化分辨 并增加排便的次数 PEG它也不是一个单一的成分 它是一个很大的group 你通常看到PEG的后面呢都会有一个数字 这个是代表他们的化学构造里面包含多少个ethylene glycol 比如说PEG20或者是PEG100 数量越少代表化学成分越容易被皮肤吸收 PEG对我们的皮肤没有太大的刺激性 只是如果你的皮肤受伤发炎有损伤 这个成分可能会对你造成一点点的刺激 而且呢它会让产品里面其他不好的物质更容易渗透进你的皮肤 PEG最大的问题就是 它在制造过程中呢通常会被ethylene oxide和1,4-dioxane这些杂质污染 对没有错又是1,4-dioxane 这两个化学物呢都被ISCR认为是致癌物 可是通常制造商都会把这些杂质清理掉 所以只要这两个成分不超标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OK,so far我们已经了解了5种在我们护肤品里的有害成分 我觉得呢我今天先讲到这里吧 因为如果一次过讲完10种成分的话 影片会太长 而且你们一下子也可能会吸收不到 所以我今天只会跟你们分享这5个成分先 另外5种呢我会在下一个影片继续跟你们分享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subscribe我的channel 这样我的下一个影片上台时你就会被通知了 我们下次再见了,bye bye